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赛季火箭队禁止总冠军,但是外界不少美国媒体并不好看火箭队,因为火箭队休赛期失去了阿里扎和巴默特两员防守大将,虽然也补强了安东尼和尼斯两位来补强小前锋的位置,但是,就防守而言,火箭队的封线实力还是比上赛季要差很多,上赛季火箭队能够取得常规赛第一的战绩, 并且新赛季也保留了哈登、保罗、卡佩拉的核心组合,如今再加上安东尼这样的得分王全明星,按理说火箭队下赛季,应该依然被媒体开好才对,但是,美国媒体并不这么认为,甚至认为认为安东尼是火箭队今下最差的引人, 据著名的美国媒体PHE、NBA、ACE在社交媒体上更新,了下个赛季的渡冠概率,其中不出意外的勇士队以59%的概率高高占视着第一位, 毕竟是有着五位全明星的球队,外界普遍看好勇士队夺冠,然而拥有哈登加保罗加安东尼的安东炮组合竟然只排在第三位,并且,夺冠概率只有6%,仅比排名第四的湖人队多1%,也就是说,安东尼加保罗加哈登才等于一个詹姆斯, 这简直是完全不看好火箭队,火箭队上赛季可是联盟最强的球队之一,并且与外面冠军勇士队大战期场,并且一度还三比二大比分领先,如今更是添加了安东尼这样的得分手,不知道是否安东尼真的不被靠好的原因,安东尼的加入,或许还有简单的作用,夺冠概率第二名的是凯尔特人队, 这也可以理解,毕竟凯尔特人队在东部,进入总决赛的轻松程度,比勇士队还轻松,如果勇士队在西部豪墙里面杀出重围,或许碰到以一代劳的凯尔特人队,会有弱势,只能说,新赛界火箭队被砍衰,无法理解,毕竟火箭队目前的实力来看,除了首发阵容差一点勇士队, 替补实力可是比勇士队还强大,跟勇士队一决高下还是有希望的,如此被看清,或许是安东尼新赛季的动力吧,感谢您的阅读,据收关注一下能脱单我。